这个变数的话,就是取个变数,也许叫缕绕 然后呢,等于0,可能同学比较不容易 那等于0的意思是说 预设一定是还没开始的,还没开始是不会被整除 那不会被整除的话,那表示说呢 他这个变数如果一直维持为0的话 那表示他就是直数了 所以这个缕绕变数的话呢 重点就是说能不能被整除 那当然预设是0,0的话是false false的话其实不会,预设是不会 那什么时候会变成会? true的话是1 就是说呢,他计算的时候呢 发现能够被整除了 那整除之后呢,请你把这个变数改为1 改为1的话就等于,或者改为true也可以的 其实这个地方的0,其实你等同是false 这51的一个字串 然后呢,经过int的话呢,那变成51的整数 放在这个crumb这个变数里面 放进来了 放进来之后的话呢,当然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做判断动作 所以我给他范围 从2开始,因为1一定整除,所以1一定要避开 到哪一个位置呢?到那个prumb这个变数的前一个 所以啊,因为你放这里刚好他就停下来的位置 所以呢,这个意思就是帮我计算一下哪个范围呢?从2开始 到若书51的话,他就要到50 2到50哦,你帮我去计算一下 这些范围的数字能不能被整除 OK,那怎么计算呢?一样吧 把这个prumb这个变数放进来,除以i 那先除以2看看,能不能被整除 那能不能被整除的话,就是等于等于0 如果这件冒号,如果这个地方呢,假如能够被整除的话 那我就把什么呢?把这个without的这个变数把它变更为1 所以这边的话呢,我就把这个变数把它变成1 那1的话,意思是说呢? 他这个时候呢,就已经被整 所以,这个without的作用啊 主要就是去做什么呢?穿针引线 那如果假设变为1的话,那就true,就不是了 在后面的话,我就写一个逻辑判断 这个逻辑判断的话呢,主要就是根据这个result去做一个判断 那这个判断的部分的话,我就写在底下 如果什么呢?if什么?without等于1的话 那这个时候,他已经被变更为...就是已经整除了 那我接下来怎么样呢?那我就输出,他不是直数 那反之的话呢,他就是直数 也就是说呢,他等于0的话 所以他一直不会进到这边,变更他等于1这件事情没有发生的话 那表示,他就没有被整除过 那他就是一个直数了 这应该可以懂这个意思吧? 好,这个是第一个啦 那另外,当然有一种写法,对喔!这地方喔! 关键的地方,其实就是... 诶,等下,我上面这个变数好像... 上面这个...这个掉了,我把它复... 这个等于0,应该我刚刚少按了ctr键 其实你复制机上,按ctr键就复制啦 那如果没按到ctr键就移动 好,那这个地方关键就是reload等于0 这个...不过同学比较容易有问题的 就是一直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个变数 OK,那如果啦,你可以再反思一下 如果假如没这个变数的话,那程式怎么写? 对喔,怎么去... 那能不能写得出来? 后来我想了一个方式 如果没有这个变数的话 那可不可以呢?其实可以试试看 后来我再试了一下,如果把它拿掉 这个拿掉 当然,第二个方法二可以清减 那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就直接怎么样? 直接当它整除的话,那它就不是植数了 所以呢,其实我可以怎么样? 我可以把中间这点黄给你整掉 然后呢,当它不是的时候,那我就直接怎么? 我就直接不是植数了 但是,这样看起来...反思就植数嘛 这样看起来还蛮合理的嘛,有没有? 可是喔,这边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程式执行的话 大家顺便讲一下 这个else,理论上上面应该要堆到一幅 可是for,for的这个程式蛮特别的 它for呢,可以堆else ok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也是 python的一个程式的一个特色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经典的话 我刚才有试试,我把那个rebound拿掉 然后呢,直接...如果它整除的话,那就说出不是植数 然后呢,这个for对的其实就是else 所以全部跑完之后呢 通通都没有显示这个的话,那它就是植数了 我们来试试看 那当然理论上如果执行的话呢 假设我输入一个53的话 那应该不会跑不是植数 所以最后跑完会跳到什么呢? 是植数的地方 ok,我试试看 53 诶,是植数,ok 诶,可是哦 如果输出一个什么?51 51结果怎么样? 不是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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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植数 怎么会这样呢? ok 其实应该可以理解 它为什么会 因为它第一次应该是51的话 那它应该能够被三整除吧 所以它是三整除了 所以它整除了,它就输出一次 然后再来下一个应该吧 17嘛 所以17又再来一次了 ok 然后呢,跑完两次之后呢 最后又跑来这边 else 又输出一次 所以如果你要解决 当然呢 我们四植数应该是ok的逻辑了 那会出错的地方 应该是不是植数的地方 那你想说 那应该怎么改 可以让这个问题不存在 其实后来 只要再加一个东西就好了 对 其实刚刚同学提到 其实为什么会这个问题? 因为它已经不是植数了 那如果不是植数呢 你就不需要再去计算了嘛 你就让它停掉了 因为它能够只要被 什么呀? 就是说能够被整除一次 那表示它就不是植数了 所以你后面基本上就不需要再去做计算了 所以呢 只要等它 在这个底下 再加一个break就可以了 有没有? 先打一个break 它就出现了 好,break 其实再植数一次好了 所以我刚刚第一 53不用了 51看看 Enter一下 不是植数 因为它跳到这个 如果能够被三整除了 那就后面就不用再算了 就直接离开了 ok 那这样第二种写法 相较之下 就会比较简短 ok 那只是说第一种写法比较正规 理论上我们刚开始思考的话 还是会透过一个变数去穿真引线 就是说能不能被整除 那也许用理到0的话就不会 1的话就会 那我后面再用一个逻辑判断 针对它是true跟false 去做判断 但是 刚刚那个写法 缺点就是说好像比较啰嗦 有没有? 可是这个写法虽然比较直接 但是会需要特别注意 你要多增加一个break ok 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方便一下方给各位一下 那这一段程式嘛 其实在云端 或者在那个讲义里面应该有 你们找一下 应该 这个在第15页是 就是标准的写法 会有一个relave的一个变数 ok 然后第二种写法的话呢 就是精简 精简的话呢 就是 关键的地方 就是把中间这两行拿掉 然后把这个crinter放进去 记得 最后呢 它底下要多加一个break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了 两种写法 我们试试看